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以及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刺激计划 随着投票日的临近 市场对于美国选举结果的反应不断升温 特别是特朗普可能重新掌权的情况下 他提出的高达60%的进口关税计划让中国小型制造商感到不安 甚至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同时 我们也将关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内地买家因低价和低利率而加速进入市场 这是否能够成为当前房市低迷的解药 面对这些变化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会是如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CNBC 着眼于中国即将到来的财政刺激计划 以及美国大选对于这一计划的潜在影响 文章指出 投资者预计北京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五天会议结束后 及星期五公布财政支持的具体细节 这一日程安排巧妙的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公布时间相呼应 因为选举将在当周的星期二结束 文章中提到Nomora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指出 如果特朗普胜选 中国的财政刺激可能会因预期的美国对中国政策更为强硬而增加10%到20% 特朗普曾威胁要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甚至更高 而另一方面 卡马拉哈里斯如果上台 预计不会在先进技术获取上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限制 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出口构成威胁 尽管目前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相对较为稳健 南华期货的首席经济学家朱斌表示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中国将更依赖内需以推动经济增长 他预测人民币对美元将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 在政治分析层面 有人认为哈里斯的执政可能会使中国更容易预测未来的美国政策 然而 这并不意味中国会因此启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因中美技术竞争的背景下 北京更关注技术升级 市场反映成为观察刺激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中国市场的波动性被认为对经济信心的影响逐渐加大 习近平在9月底已经呼吁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 并强调需要遏制房地产业的下滑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降低利率 但政府具体的财政刺激措施尚未明确 分析师对债务发放规模的预测各不相同 路透社曾报道中国可能考虑在未来几年内发行超过10万亿元的债务 在美国方面 特朗普计划对中国商品实施更高的关税 这被称为关税战争2.0 这一计划引发了中国出口商的广泛焦虑 例如 李伟在台中经营的玻璃制造企业的出口业务 80%依赖美国市场面对关税上涨 它感到无奈并积极寻求其他市场替代方案 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企业面临这样的关税压力 经济学家们预测这些关税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瑞银预计若关税升至60% 中国GDP增长可能在未来一年内下降2.5个百分点 这对已经面临房地产业低迷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的中国经济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中国正在努力培育新的市场 并通过各种国际论坛扩大与非洲 南美国家的贸易联系 然而 能否弥补美国市场的缺失仍不明朗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模仿美国的限制措施 这加剧了挑战 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贸易限制方面也不遗余力 通过反倾销调查和出口管制等措施进行反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指出 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在美国国内 也可能引发通胀上升和GDP损失 在香港内地买家因低价 低利率和高租金回报 正在加速进入房地产业 特别是随着针对非永久居民买家税收的取消 内地投资者纷纷涌入香港市场 推动了房产交易的增长 数据显示 内地买家占香港房产交易的24% 这一趋势受到政府政策支持的推动 这表明 尽管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仍在寻找新的机遇与渠道 在总结这篇文章时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美国政策压力时 正在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市场反应成为观察的焦点 而美国的选举结果将无疑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关税是一种由政府对进口或出口商品征收的税 在国际贸易中 关税的主要目的是 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增加国家税收以及调控贸易平衡 关税可分为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其中进口关税是最常见的 它们可以依照商品的价值 从价税或数量从量税征收 关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当时一些文明已经开始通过克制关税 来保护本土生产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税在全球贸易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当时各国开始制定保护性关税 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在20世纪初期 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曾利用高关税 来保护其新兴工业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 许多国家选择降低关税 以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这一趋势 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 特别是在1947年签署的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ET推动下 GE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旨在通过多边谈判 降低全球关税并清除贸易壁垒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截至2020年 全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约为5.8% 然而 这一数字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 差异很大 例如 农业产品的关税通常高于工业产品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 由于希望保护本土经济 常常对某些商品设定较高的关税 关税政策的调整 不仅影响国际贸易流动 还能引发贸易争端 历史上 关税壁垒增高 常常导致贸易战 最著名的例子 是1930年代的美国斯木特 获利关税法案 其结果是 全球贸易额的急剧下降 和大萧条的加剧 在当代 2018年美中贸易战 再次凸显 关税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 双方征收的高额关税 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调整 随着贸易协定的签署 和自由贸易区的扩展 关税在一些地区的作用有所减弱 但仍然是各国政府 用来调整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选举结果 并将其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 这种策略展现了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深度互动 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因美国选举结果而有所调整 这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敏感性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的当选 似乎都不会改变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 这表明中国需要更多依赖内部需求的增长策略 南华奇货的朱冰指出 中国经济的内需驱动是应对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关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他强调了中国需要在技术升级和内部市场开发上投入更多精力 而不仅仅是等待美国政策的变化 在美国的政策变化可能对中国出口商造成重大影响的背景下 像李伟这样的企业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特朗普可能的关税政策将对这些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李伟的故事凸显了中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脆弱性 以及他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承受的困境 即便如此 中国企业也正在努力寻找其他市场 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这种适应能力值得赞赏 因为它展示了企业在逆境中寻求突破的韧性 然而 从长远来看 中国需要更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来支持其经济稳定 在香港房地产市场 内地买家因其对价格和政策敏感的投资行为正在改变市场格局 随着香港取消非永久居民的买家印花税 内地买家涌入市场 这表明政策调整对于刺激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 然而 尽管市场情绪有所改善 但分析师们仍对价格的持续上涨持谨慎态度 这提示我们 市场的根本问题如供过于求 仍需时间逐步解决 同时 内地买家的投资行为也提醒我们 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其对市场的长期影响 而不仅仅是短期的需求刺激 在全球和地区经济动荡的背景下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这种趋势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适应和转型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